郭德纲绝对是个能人 他的德云社不但在国内掀起了相声复兴 后期更是举行了相声全球巡回演出 将相声这个传统文艺带到全世界 而后又亲自指导了电影《祖宗十九代》 在多个领域都开始有所涉足 自然身价也不低 但是有一次唐僧扮演者池崇瑞家里做客时候 却因为一张椅子直呼自己太穷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池崇瑞 也不是简单人 八十六版西游记本身 就是一个无可超越的经典 而他在这部剧中 再次成就了一个不可超越的经典唐僧形象 虽然池崇瑞后来再没有演出任何作品 但是他和有名的富婆陈丽华的结合 让他从没因为钱而发愁神吗 两个人爱好相同 三观相符 一直过得非常幸福 夫妻两个人其中有个共同的爱好 就是收藏家具 郭德纲看到的那把椅子正是他们的收藏之一 当郭德纲随口好奇问池崇瑞多少钱 而池崇瑞解释说 因为雕工精美华丽 池地子坛 所以至少价值三百万 听到这个数字 哪怕身价早已商议的郭德纲也不经扎舌 由此可见池崇瑞加到底多奢华了 而对这些家具的价值 对于身价足有几百个亿的陈丽华而言 也不过九牛一毛 对于这把三百万的椅子 你觉得值这个价格吗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